看男追的美女最后都变成了斗战胜负 现如今社会发展迅速 异性之间的相互关系已与多年前差别巨大 男生想要成为男神 女生想要成为女神 到底是男神追女神容易 还是男生追女神容易 这是个问题 作为曾经的女生 现在女生的妈 来说说怎样的女生最难追 在现实中漂亮女生不一定难追 丑女生也不一定好追 不同类型的女生有不同的特点 男生需要自己知彼 方能白瞻不戴 提前做好功课 新衣的女生或女生都会不再难追 富恩代官恩代家的女生比较难追 当然一般家庭条件的男生就不要妄想了 此类女生多数属于言辞较高的级别 高档护服品 高档服装的功效 在她们身上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 但她们绝不是花瓶 是有真材实料的 她们出国求学 就像普通人去公园溜了个弯 说去就去 绝不含糊 行为独立 经济自足 父母是人上人 她们在这样的家庭中 熬入目染 熏陶已久 与父母相比 更是亲出于蓝而胜于蓝 修养良好 气质高贵 学历更是高资又高 非一般人能及 她们思想成熟 看人眼光独到 嫌有普通人能入她们的眼 只有那些家世背景雄厚 精英中的精英 才有可能会获得她们的青睐 想追她们的男生 可要先掂量掂量 自己有几斤几两 不要被电视剧给影响 真的以为穷小子 会有机会追得美人归 这在现实中绝无可能 其实有时候并不是女生太难追 而是男生自以为自己条件优越 心中沾沾自喜 追女生就没有了耐心 今天追这个 明天追那个 总是抱怨自己条件这么好 女生还有什么可挑递的 那些所谓难追的女生 只是心里很清楚 这些男生有言辞 又多金 唯独没有爱情 有的只是随便找个女生 打发一下寂寞时光而已 所以不是女生太难追 而且男生太随意 殊不知真正喜欢一个人 生生世世都会愿意去追的 当男生说女生难追 只因为不够爱 不够喜欢 难追的女生 最后渐渐成为圣女 成为斗战圣佛 其实他们也不想的 看看身边朋友结婚的结婚 生娃的生娃 过晚瓢盆一家亲 自己却始终背负着 太挑剔 太难追的名声 其实只是他们太奢求爱情 对于那些太在乎婚姻的男生来说 他们无疑成了另类 他们不愿将就 不愿臭合 只想要一份真正的爱 难追的女生心里明白 自己想要的是什么 他们对逢场作戏 嗤子以鼻 更不愿委屈求全 他们只想爱得真一点 爱得久一点 他们选择对自己负责 绝不是对生活臭合 他们只是对人生太认真 但他们认真总会换来 自己最想要的爱人与生活 即使时光任然也在所不惜 好女生都难追 但是在对的时间 遇见对的人 一切自然会发生 就让一切顺其自然吧